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我这个胆胆嘛 他脸子一岁了嘛 我要带他去医院 那刚好那天我要工作 我就找我的爸爸带他去 然后他说从他进袋子里面 他一直都 样子都在发皮痴的 然后只知道 看到我 他才开心 然后我发现他现在从我起来以后 他就一直跟着我 一直跟着我 我走哪里 他就走哪里 所以我就跟他讲对不起了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要无论我是拍拖 结婚 我想就是 我的另外一半 他一定要接受 我们中间有一个第三小巷在里面的 那一定要他喜欢才行 我的妈妈如果不喜欢那个男生 就不可以 因为他们现在都睡到我的床上面嘛 那这个习惯我觉得已经改不了了 那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可以喜欢他们 他们也喜欢他就可以了 他们也喜欢他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